疫情解封后首度举办的基隆中原季放水灯游行活动 由郭信宗庆会轮值主谱 活动规划的各项游行和表演吸引许多民众夹到观赏 那以前有出来看过中原季的活动吗 有 有 就是可能疫情结束了吧 就会比较期待这一次的游行 就会很期待这一次的表演啊 有什么会不会更多的队伍这样子 2023奎卯年基隆中原季 已经是我们郭信主谱 透过中原季悲天悯人的情怀 以及群族融合的包容 展现基隆无形文化资产的魅力 国梁想要补充的就是说 在这个基隆良好的基础之上 我们希望我们的中原季一年比一年 可以增加更多观光的元素 更多文化的元素 及更多娱乐的元素 我们用最感恩 最谦卑 而喜福的心情 来感念我们的先祖 祝福我们的未来 继承我们的文化 传承我们的历史 我向所有来宾 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也祈愿基隆市的繁荣发展平安昌盛 那从去年年底开始 四季跟郭信中心会 又开过许多次的工作会议 那我也陪着郭信中心会 向中央的观光局文化部内政部 还有许多的国营单位 也申请了许多的补助 所以我相信今年的郭信中心会 主办的活动 在四季向中央争取预算之下 一样他们的活动的整个过程 会办得尽善尽美 那我们现在呢 正在给大家回首的呢 就是我们基隆市多元文化发展协会 以国际移民的概念来 就是有一台花车 那也是在二月份的时候 有来自各个地方的移民朋友 跟市长建议 希望说在中元季的这个庆典当中 也可以让移民的文化餐饮 除了餐饮外呢 也让他们学习 也认识一下我们基隆的传统文化 今年中元季游行活动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立委蔡世英 与市议会多位议员到场参加 还有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 法国在台协会代表 即来自日本韩国的姐妹市市长 和议长等贵宾 还有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来到现场 观赏中元季游行活动 今天很开心我们的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市长来跟我们一起参加我们基隆中元季 我想可以帮基隆增加很多的热闹 带来很多的朋友 那也欢迎这个全国甚至海内外的朋友 包括我们很多姐妹市的市长议长 大家一起都过来基隆共襄盛举 我非常开心国粮市长 跟所有的议员跟所有的市民 差点一连一度 基隆最大的盛事 就是中元节最大的文化活动 尤其看到市民煮花针放水灯 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 所以在国粮市长指振底下 每一个基隆市民平平安安 我来沾他的光 希望我们国家也平安 人民也平安 市长谢国良表示 基隆未来将努力规划推动 让中元季能增加更多观光文化娱乐的元素 并逐步朝向国际化迈进 欢迎国内外的游客 在每年农历7月来造访基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都没说要搞 平安子 中国显带